兄弟们废了呀 人一旦体会过不上班就再也不想上班了 真的除了没钱其他都很爽 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睡到自然醒的那种 断了所有社交不联系别人当然别人也不会联系我 本来今天打算早起去找工作的 昨天晚上四点才睡觉 一觉睡醒已经下午两点了 而且今天还是下雨的小雨到中雨 起床起床肚子饿的一批 看看家里面有什么吃的没有 我觉得我在躺下去我真的要饿死在床上了 看看昨天吃剩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 好像不能了吧 这个饭也应该不能吃了 哎算了算了 齐把脸出去找个快餐吃上一只吧 有的人看我用洗洁精洗脸表示很惊讶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呀 小时候家里面穷还用洗衣粉洗头呢 走了走了出门觅食去了饿得扛不住了 把上面给他锁上就行了 小偷进来都要留200块钱 现在没下雨了 兄弟们你们看这里破了个大洞 哈哈 然后到快餐店了 平时在这家吃的多一点 反正挺便宜的吧 任选三个菜12块钱 任选四个菜15块钱 搞了一个虾 搞了一个猪蹄 还有一个丝瓜两婚一素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共12块钱 汤和饭随便加 先尝一个虾压压惊 你还别说呀 味道真的可以满分十分 我能给个8.5分 兄弟们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 你说我每天买菜花那么多钱 做的还是黑暗料理 怎么觉得吃快餐比自己做饭还要省钱 这就尴尬了 干完了干完了光盘行动 吃饱喝足了 到附近走走 看看有没有工作 去找上一找 路过臭水沟 味道蛮重的 问题是里面还有鱼应该是小鲫鱼吧 好久没钓鱼了 心里面痒痒的 兄弟们完了呀 找工作又找到公园来了 先不管了 进去怀疑怀疑人生再说吧 哇 公园里面好多工薪菜呀 心里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前面有个菜摊 好像是自住的吧 五块钱一把 价格还行 只是有点粘吧了 这里也有 一路走过来看到三个自住菜摊 还是蛮有意思的 自住付款这种东西全凭自决吧 我觉得95%的人都会付款 这个公园人还是蛮多的 风景也不错 给你们看看很多很多荷花 再过段时间等这个荷花开花了 到时候肯定更好看 那边亭子里面还有唱歌跳舞的 逛了一下没什么意思 下雨了回家回家 搞一瓶绿豆冰沙喝上一喝 上次喝过一次味道还蛮不错的 小狼子的话算了借了吧 一杯水然后再加上小快乐 一共12块钱 加上快餐12 今天一共消费24块 哎 住五楼就是麻烦 身体又不好 每天爬个楼气喘吁吁的 终于爬到五楼了 差点要了我老命 今天假装找工作的任务圆满完成 哎 兄弟们太难了三月份来广州的 现在都五月份了 找了两个月都没找到工作 说真的 心里面有点慌了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先躺一躺 明天再去找工作吧 算 还 搁